我们用那个sum if s的话 其实也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 只是说它可以有多个条件 多个s OK 按确定 那第一个的话是sum range 这个时候的话是真的就是 加总的 那刚刚是range 所以是要加总的 这个范围 那它这边有一个叫quiteria range 我发现sum if s 反而这个地方做得比较正确 那刚刚那个三笔幅的 第一个条件参数反而又错了 OK 那什么呢 quiteria 1 这个 第一个条件 那条件哪个条件 如果是销售部的 加起来四千五 它会有第二个条件 比如说 姓名里面 假如说它要叫 比如说无权威好了 OK 好 按确定 最后这一千八 OK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有两个条件 那那个 其实说明里面还总共 可以不止两个条件 你可以多个条件 有点像是什么 连 应该是交 应该是交and 这个条件 and这个条件 最后才帮你把 最后的结果加起来 OK 这个不过我用的比较少 这个 因为一般如果比较复杂的 这个判断的话 通常还是会用VP来做 因为函数来做 感觉上其实还是有盲点 OK 好 再来的话来看一下 那个综合练习二 这个其实就有点跨了工作表 因为总共会有三个工作表 他说第二个工作表 全部复制到新的工作表 要去的三 也就是第二个 所以第一个 先把这个档先打开 把这个复制 所以复制最快的方法 拖拉过来按Ctrl键 这当然有教各位 有没有 复制 当然你也可以按右键 右键然后这边有个复制 然后还有什么打勾 还要移到最后 我觉得太麻烦了 这个方法比较可能 按Ctrl键 一拉 然后把这个改成三 OK 好 第二个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是研习师数 第二的是入门的 第三是进阶的 那进阶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李世远跟吴芳瑜 所以把这两个老师删除掉 进阶这两个老师没参加 然后把这个名称改为进阶 OK 这边的话改为进阶 所以第三个工作表是进阶 然后呢 所有的时数改为两个小时 所以这边的话向下填满 这边的话编号重新编一下 OK 好 好 那回到第一个工作表 第一个工作表是什么 帮我把后面这两个工作表 加在前面 比如说这个老师 老师王庆路 这里面有没有 没有 这里面有没有 也没有 不过资料量少还好 眼睛还蛮 可以很快看完 那如果资料量多的时候 当然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应该是零个小时 那这个老师第一次入门有参加 1.5个小时 这一次有没有 没有 对 所以几个小时 1.5 好 但是这样也不是办法 因为你一直要坐下来 OK 当然 我知道一定还是有人这样在做事情的 所以怎么办呢 那效率 那怎么做会比较快 这个自动方法去查 这个里面有没有 有的话把这边加起来 其实就是用三米弗来做就可以了 可以了 画面先玩给你 试一下 那一样可以转成VBA 不过转VBA难度又更高了 因为会跨工作表 所以在Range跟Sales前面 一定要加哪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OK 第一个的话 用那个三米弗 OK 所以这边的话 用三米弗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三米弗 Range Range是什么 要判断的 有没有 那可是跨了工作表 所以记得 判断的是第二个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点击第二个的时候 它会自己出现这个 有没有 这个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范围里面 再来第二个 点回第二个条件 它会跳回到第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那条件是谁 往侵入 那加总的范围 记得再点这边 记得再点这边 第二个加哪里 加这个 OK 意思就是说 再点中间一下 为什么 中间又跳回到第一个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那如果说有王侵入的话 就把十数加起来 这个范围里面 好 不过特别注意 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所以记得把 这个范围 好像多了一个 这个刚刚多悬 给把它抵抵掉 好 序子二里面的 B3到B16 记得把它怎么样 锁起来 OK 我再等一下 向下填满就出错 OK 好 那这边的话 把这个 这个范围 那这个好像多了这个东西 把这个拿掉 OK 好 那把这个范围一样锁起来 好 按确定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好 零个小时 向下填满 这个时候的话 只有序子二 那如果说序子三呢 其实很简单嘛 把这个 复制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 二跟三 它在哪里 加一下 比较好 第二次 第二个工作表 有没有 有加起来 如果第三个工作 贴上 这边把它展开一下 记得把这边改成 三 这边改成三 然后呢 这个 少两个 所以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14 这个 改为14 OK 好 按打勾 这个还是没有 但是 向下填满 OK 好 你会发现吗 乘四节 这个 三个小时 再加三两个小时 五个小时 没错 OK 所以 利用什么 三笔 特别注意是 再把它复制 后面 这边加个加号 然后贴上之后 改这个 跟改这个 这样会比较快 打勾就可以 那 另外就是说 如果说 要把这个地方 改成VBA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按一下按钮 自动跑出来 结果 那 改VBA的话 至少有两种方法 比较简单的 是直接把那个 写好的公式 丢过来就好 这样会比较简单 因为如果说 你要重新写个VBA的话 刚刚看了一下 我之前写的 似乎有点难度 应该怎么写 有点复杂 因为 一个回圈 两个回圈 三个回圈 这个好像已经 超过各位的 负荷了 所以 这只要 那不过道理很简单 这个是工作表回圈 最外层的 这个是列回圈 这个是栏回圈 这个是逻辑判断 如果回出的话 才加 所以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做完 输出就可以了 但是 这个难度 有点太高了 这个我想 仅供各位参考好了 我想这个 城市我可以把它贴到那个 我们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那也许第二种方法比较简单 就是输出公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个云端上这一段 重点应该是这个 其他都 其他两个参数前面都有 许子二 许子二 中间这个没有 加的话 中间那个的话是条件 是 没有指到别的工作表 表示他现在这个工作 就许子一 OK 好 再来的话 把那个延期之数 如果 这个部分要变成一个什么 输出公式到竹琴阁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刚刚那一段 我把它贴到这里 所有有兴趣同学 自己再看看 然后 这个 把它在 把他那个 上笔颜色 然后format一下 如果兴趣同学 自己可以把这一段 铺子贴过去 看看 好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什么 把公式 这个公式 输出成VPA的话 该怎么做 OK 那首先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现在开了两个档案 所以 程式要写在哪里 特别注意 这个 数学函数 这个 我们教师演习 那之前就有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同学看到模组 就把程式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边 然后呢 执行可不执行 其实 我最次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 它执行的话 假设 就有同学这样 在这边 就把它 直接写在 另外一个档案 可是它执行的 你会发现 很妙的一点是 清除 把这边已经有了 刚刚已经 两个一样 对不对 刚刚已经贴过了 OK 不能有一样的名称 好 那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 清除好了 可不可以清除 可以清除 可不可以执行输出 可以输出 但是呢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将来 把这个档案关掉 它的VBA 跑到别人家去了 有没有 下一次呢 你开的时候 诶 奇怪 我的VBA不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也是常犯的错误 因为你根本没有 没有模组啊 你一直把程式 写在别人那边啊 所以将来就找不到了 OK 这种状况还蛮多的 因为常常同学问我 老师我明明有血 怎么不见了 对 我也一头雾水 后来仔细看 原来是这个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这都是小细节 当然 因为我可能不会犯这种毛病 但是你们可能会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所以 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你开了很多个档案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很重要 因为常常就有同学犯这种毛病 OK 好 那所以这边记得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把刚刚的东西 有没有 移到这边来 移到这边来 所以 不同的程式 都会有模组意 OK 你要记得 谁加的是就谁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沿西时速这个怎么撰写 for I 等于第几列 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那里面呢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西栏 好 这个我想应该没问题 比较难的应该在这里 这个 这一段 对 就是输出个空之串 那里面输出什么呢 输出我们刚刚的公式 这个公式 所以你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再取消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中间 双以后的中间 那记得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 还记得吧 如果你里面有双以后的话 就要再补一个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双以后 很幸运的 没有 那没有的话就不用补了 OK 第二个原则是 列号 有第二列的 里面有没有二 诶 B二 有没有 B二 把二改成什么 改成I OK 所以有两个原则 只要做一个 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看起来很难 但是实际上 如果你掌握药诀的话 应该一下就做出来 我来试一下 铁场 好 铁场对不对 当然这个时候执行 也是可以执行 只是说呢 里面的资料不会变动 你可以先贴上之后 run一下 这边有没有执行 全部都零 因为全部都指向往侵入 那怎么改呢 记得把那个二 二改成I 怎么改呢 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endend移到中间 放个I OK 然后呢 end前后 加空白 完成了 OK 反正 甚至你可以把它当口诀来背 应该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双一号前后 串接符号是因为 自串不能直接跟I串接 一定要透过串接符号 前后一定要加空白 把这个复制一下 移到二贴上 把二盖过去 好做完了 有没有 把刚刚的二一样改这个 其实做熟了 应该就很快就可以做出来了 好 那做完之后来试试看 这边执行一下 诶 全部做完了 最后呢 有个问题 城市 有没有 公司太长了 把它改成两行 还有印象吗 你不能随便就给它乱Enter 原则 很简单 请你先找到end符号 在end 不能end符号找到之后 后面 这个空白的后面 加个底线 再Enter 好了 移开 没问题了 所以 VP还蛮听话的 有没有 OK 这里都好想各位试一下 另外多一个清除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就两段 一个是清除 一个是总时速 那这个部分的话 输出的话 一定就公式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 等于是跨了其他工作表 跨了工作表 那不过 这个工作表还算是简单的 比较复杂的应该是 云端放的这一段 就是那个VBA这一段城市 那这一段城市 其实我大概 简单讲一下 其实外面的话就是那个 最外面的就是 总共是工作表一圈 然后第二个 到最后一个 那因为总共有三个嘛 所以二到三 然后呢 因为我要加总的就是第二个跟第三个啦 当然如果你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他会自己去帮你做加总 那再来的话就是 AE的话是列 就是 第二个工作表先进来 他的列 跟他的蓝 去比对一下 有没有跟什么 跟我们现在的那个B蓝的那个名称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那就怎么样 帮我加起来 所以后面这个 好像跟刚刚那个 三米福很像 就是雷加 雷加 只差别就是怎么样 多外面那一层的工作表 OK 然后就跑第二个工作表 全部跑完之后 再跑第三个工作表 那将来如果你有不止两个啦 十个、二十个 一百个、两百个 反正他都会通通帮你跑完 所以 如果将来 工作表多的话 恐怕还是要用BBA 因为他这个不管说 你有多少工作表 按下去 通通帮你全部做完了 所以那个BBA的好处 就是不怕 那个资料多啦 就怕资料太少 没感觉 资料一多 然后 那个BBA的优势完全显露出来 因为运算不是你在运算 电脑现在快到一个不行 都四核心、八核心了 所以一按下去 全部都做完了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个比较难一点 就是外面这个地方 工作表的回圈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上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把它复制贴上 再看一下 OK 那等一下的话呢 要继续再来看那个 回到 Counts 部分 Run的比较简单 这个试着 Run up、Run down 这比较容易 自己再试试看 Counts 跟Counts Counts 非常重要 Counts 用来说 统计非常方便 像我们云端上面 另外还有一个范例 我觉得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看一下 好像在那个补充范例里面 因为刚好有 之前有同学 他很喜欢算那个名牌 算那个 乐透财 大乐透的那个 中奖几率 哪一个最高 他每天都在算牌 所以他很喜欢 用Counts 这个函数 统计出哪一个号码 出现次数最多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其他 最外面有个其他补充范例 好像有印象中 我有放了一个 入门的题目里面 有一题是 看一下 对 就范例第一个 乐透彩 中奖几率的统计 比如说乐透财 这边有一个范例 如果等一下有时间的同学 可以自己把它下载下来 这个是从网路上抓下来的 两个年度的那个 两个年度的那个就是开奖号码 那如果说我想知道 这两个年度 1到42号 哪一个号码出现几率最多 出现过几次 这个要怎么 这个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 如果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这一题 我比较可以来了解 那个 就是 Count if函数 101年 开奖号码 这边有六个 加一个特别号 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总共有99期 102年 也是 七个号码 加 99期 有没有 一直往下 OK 那我怎么知道说 101年 1号 出现几次 的几率多大 OK 102年 那总共多少次 哪一个号码 排在最前面 这个我觉得 用Count if来做 很快做完 但如果你不用Count if 可能要VBA 如果VBA的话 要想一下 反正道理很简单 就比 从都比到尾 那Count if的话 很快就可以做完 如果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你们可以想想看 Count if 那当然网络上面 什么 大乐透 什么 威力财 历年来的 全部的资料库 云端上都有 但如果你要分析的话 你就把它从云端上抓下来 再分析一下 你就知道哪个号码 出现的几率最高 或者你还可以 看看 什么什么其他的条件 什么样的参数 随便你可以统计出 今天最适合 我不知道 最适合签哪几个号码 自动帮你跳出来 对 随便 几率会比别人高一些些 也说不一定 因为 之前有个新闻 就是 有一个 美国有一个 那个乐透彩的得主 连续两期 都得到头奖 后来呢 记者去 去追 去追他的那个 很奇妙耶 居然他是一个那个 统计学的博士 所以 所以人家就想说 这个到底有没有办法用那个 就是统计学的这方面知识 去算出 可能的中奖几率 可能的中奖的号码 但这个 当然也没有答案啦 不过 我觉得 这个还蛮妙的 难怪是巧合呢 还是说 另有引擎等等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给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范例 我是放在那个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OK 所以这一题 在那个外面 云端白板的 比较外面的地方 有一个那个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稍微找一下 还有一个乐透彩的部分 在 这边 你可以用清淡模式 OK 好 试一下 那等一下再回来看那个 Count Count